大家好,我是孩子的媽 女媽好,我媽好,大家好,我是波波 我兒子從小班身上的這種班 那他的老師有說呢 其實我們家兒子非常的熱情婆婆開朗 重點是很能聊 中間總是會有一些轉學生嘛 那他就很像很像李上伯一樣 一一去跟人家介紹說 這裡可以怎麼樣,那裡可以怎麼樣 非常的能聊 我們家最近呢 隔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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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呢 他們家在辦商事 會請那個塞光塞來送金嗎 小孩子不懂 他就會覺得這個很像是廟會 他就說媽媽我想去看 那我就要跟他解釋 不能去看,為什麼不能去看 我就說因為隔壁的那個老阿嬤呢 他就是升天了 所以不能去看 他就說為什麼升天了 小朋友長大了就要升中班 老人呢長大了就要升天堂班 就像阿咒一樣 他就說升上去天堂的時候 是不是人老人就會長翅膀 會有直升機帶他嗎 可是我都沒有看到阿咒 我說喔 因為阿咒呢 他升上去的天堂班 所以你看不到他啊 他說 媽媽你以後也會升上去天堂班嗎 媽媽 我不要你去天堂班 你跟我在這裡 阿咪上去就好 我覺得不知道耶 有的孩子就很能說 但他們班上 我看他們班上 有些同學其實是靜靜的 這個取決在於說你家的環境 怎麼樣的家庭環境 就會造就出怎麼樣的孩子 就是安靜的孩子通常他的家庭 也會比較是比較文靜安靜的 對 我們同樣的家庭同樣的工廠 同樣的出廠父母 妹妹好像不像哥哥這麼誇躁 他會說但他就不那麼愛說 有時候你特別跟他說 阿咕咕來了叫咕咕 等他咕咕回家他才會說 咕咕咧 不要走的 就是當家庭講阿 像其實很多 很多媽媽爸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到底我的孩子到底是 現在講這樣子正常的嗎 其實語言他其實也有個歷程 比如說一歲到兩歲 他是大概是一百到兩百個字 他能理解 可是他能講出來大概只有五十個字 那大概兩歲的孩子 他最厲害的就是進行訪說 就是你講什麼 他就跟你學什麼 就像鸚鵡 對 要不要 要好不好 這個不行喔 不要好不好 對 像大概兩歲到兩歲半後那邊 他會出現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基本上大概三歲以後 他可以跟你像是比較大人般的聊天 是沒有問題的 四歲到六歲那個年紀 滔滔不絕 如同掏到薑水這樣 然後他會編故事 還是有這個發展的歷程 但我們其實可以提供一些方法 然後讓每一個歷程可以更好 去發展他的語言 比如說像我們如果三歲以下 那剛開始學語言的時候 盡量我們都建議爸爸媽媽用 Baby語 媽媽的語言去講話 那媽媽語的特徵就是 會很高康 奇怪喔 指淚的爸爸可以用 開玩笑 但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你尾音要上揚 然後聲要亮 小朋友對於這種媽媽語言 他是比較能夠去 catch到的 所以像爸爸講話 比較低沉 那小朋友就沒辦法學到 就是在重點的尾音上面去高康一點 然後音調挺高一點 對對對 請過來 小朋友請來 寶貝來 睡覺囉 等到媽媽 約莫一個約莫的時候 什麼 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讓它玩命名遊戲 比如說 這個是什麼 這是狗狗啦 這是杯子啦 這是車子啦 就是你看到任何一個東西 你都可以幫它命名 再來的話 像你就做到一個很棒的特色 你要有它很多豐富的一個環境 無論怎麼樣 你就是該講 該講 三歲以後大一點的小朋友 你可以做什麼 可以去讓他玩一些 比如說 你出去玩的照片 你可以藉由照片 然後讓他去跟你對話 去回想 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基本上我也常常用 比如說 這就是對話式的閱讀 你可以在故事情節中 你就問他 比如說 為什麼白雪公主 吃了這顆蘋果 就是暈倒了 後母 為什麼要做這顆蘋果給他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的內心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你可以問他很多 類似的 或是三隻小豬 他為什麼要蓋房子 他媽媽為什麼想讓他獨立 那所以他偏馬行動的回來 不一定跟上面一樣的也沒有關係 對 這就是他引導他去對話式的閱讀 我覺得 父母真的很重要的角色 多多去跟孩子去聊天 像基本上 影響語言其實有很多很多 像有些孩子 情形的部分 情形量的部分 那有些孩子是他 所謂的 夠音部分 有可能讓他的語言 發展得好或不好 但這個都是他比較廣的話題 那我們今天是主要 針對於說 我們到底如何讓孩子 創造這樣的經驗詞 好啦 所以各位寶寶媽媽 你們學會了嗎 現在開始呢 看過這則影片的家長呢 記得開始 多跟孩子聊聊天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家長呢 記得訂閱 關注 開啟小鈴鐺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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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